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即将开打,而每支球队在这个下窗转会期,的演员都有各自的想法,对于英超球迷来说,能在新赛季看到新元的出色发挥,自然是妙不可言的事, 对此著名解说詹俊老师,也对新赛季的英超各支球队做出了点评,不知道他的观察是否合你心意呢?当然,詹俊的心中一定是高呼利物浦总冠军吧,解说詹俊的原话是,早上好,新赛季的英超夏季转会窗已经关闭,热次队成为2003年设立下窗以来首支没有任何引员的球队,接下来他们仍然可以转让球员, 但不能引进新元了,昨晚收获最大的是埃福顿,而曼联则视镜悄悄,这次下窗狼队,富勒姆表现突出,但个人觉得影员质量最高的是阿森纳与利物浦,是的,红军阵容深度大大增加,期待他们机身争冠行列,虽然知道詹俊是红军铁粉,但是,对于影员对球队本赛季的成绩的帮助, 被他聊体育,倒是认为,并不是影员越多大牌越多就成绩越好,而是打磨出一套成熟有效的阵容,最起码,需要三年才能出成绩,每年都大规模换阵容的, 只能说明还没形成一套满意的阵容,黄马欧冠三连冠的阵容也是打磨了很久才成型,因此我们对利物浦能否抢下曼城的冠军宝座,还是拭目以待吧,很多球迷也来吐槽自己的主队,虽然俊哥说出来了,但我还是要说,利物浦是冠军,独乃利基本如狗,我摩世,算了,还是保巴金斯吧,今年冠军是曼城的,利物浦没戏, 满城,是那个被红军赛季三杀的球队吗?阿森纳买的门将还是不稳,后卫年纪偏大,供多棋太嫩,只能期待拖雷拉,整体素质被红军吊打,巴萨二队成立,新赛季就看我太飞唐了大英都是土豪球队,真是太有钱,英超到底是不是天下第一联赛,对于新赛季英超球队谁能夺冠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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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